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1年全省交通运输工作会议上了解到 十四五时期 海南将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打造交通强国建设先行区 实现一个总目标 构建两个交通圈 打造三类综合枢纽 建设四张网络 全力支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实现一个总目标 即到2025年基本建成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框架 综合运输服务效率和品质得到明显提升 构建两个交通圈 实现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一日到达 全国主要城市四小时覆盖 全岛三小时畅行 海城稳定 大三亚两大经济圈内一小时通勤 实现物流省内一日 国内两日 全球主要城市三日送达 打造三类综合枢纽 就是强化与空港机场的一体衔接 打造开放融合的国际门户枢纽 推进客运林焕城 货运无缝衔接 构建极约高效的陆路交通枢纽 建设四张网络就是安全便捷的公路运输网络 快速通达的铁路运输网络 布局全球的水路运输网络 和联通全球的航空运输网络 优优独的航空运输网络 优独的航空运输了